鼠鼠的人大多虽然心中有很多想法,但真做起来却变得非常懈怠,思维活跃,容易遭到小人的利用,而且始终不渝。 鼠马人会迎来正观和偏硬心的出现,早期付出的努力开始收获回报,家业兴隆万事顺心。 另一方面,鼠鼠的朋友未来一年里,事业如鱼的水贵人八方而来,未来日子幸福美满,时来运来。 鼠兔人大多风趣幽默,处世之进退,非常容易轻信别人,并且性格比较独立。 鼠兔人今年将步入六合贵人之大吉韵,运势大好,不管做什么都一帆风顺,熬过大难,以后有百年一遇横财大运,万事顺心如意,同时生肖兔的人他们能力强,未来不出几年,事业如鱼得水。 今后财望是夜望,富贵得不得了。 属猴的人总是性子强硬,非常多的人都喜欢和他们打交道,脾气很好,并且自尊心非常强,非常在乎面子。 今年有观应护身和非财集运的出现,能力和运势齐飞,熬过大难,红运当头,诸事都能取得不错成就,八方巨来后财,另外生肖猴之人凭借努力加好运,未来发财会变得更加容易,未来事事如意,收入一路猛涨。 生肖羊做事脚踏实地,但对于财运也不够敏感,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有财运到来,也不见得能够抓住。 生肖羊会再次遇到横财大运,这一次如果可以把握住,生肖羊以后买车买房都不是事儿,所以属羊的人不要错过机会,快点来接横财。 生肖羊对于财运有很高的敏锐度,与金钱可以说是非常有缘。 他们不会因为钱少而不去赚,更不会好意勿劳而怠惰工作。 投资方面,选择风险比较低的项目,不会拿自己的所有资产去冒险。 加上属牛人本身善于储蓄,能够谨慎理财,因此往往在30岁前就可以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。 骁龙人赚钱的确是一把好手,因为他们的眼光十分的高远,总是能够看到别人注意不到的机会。 还有一点就是骁龙人的能力真的很出众,他们在身边的一群人当中总是最厉害的一个。 骁龙人在事业上的成长也是令人赞叹不已的,他们的事业在最后就能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财运,并且这一份财运不是短暂的,这一份财运反而是能够长久给他们带来钱财的。 骁龙人身边的财气在这段时间就没有不红火过。 农财运方面尚可,正财有损,偏财尚可,横财些许,善财有望,经商者会因为某方面的状况,而出现较多的状况,耐心解决为好。 属猪人天生很有福气,财运也比别人更好。 因为属猪人一般不会拥人自扰,有随遇而安的个性,为人慷慨大方,不管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。 所以属猪人在财运方面自然是广结善缘,有机会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,就算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,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人员往往也能越来越富裕。 生肖狗的人,做事情非常认真踏实,工作方面也敢做敢拼,对于金钱有自己的独立想法,能够规划好财务问题,条理清晰,理财方面也会自我改进,不断吸取专业的经验,再仔细地评估,加上属羊人对于金钱有明确积极的态度,所以能够财运亨通,财务方面十分活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